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 李妍端向了这道裂口一会儿 他拍了拍猪婆龙王的后背 你变小点 和我一起下去 猪婆龙王听了 越发扭念 这 小妖王 实在是你有未来 也怕我了大人的要紧事 李妍冷冷地问 你当初信誓旦旦地说听我调去 现在尖了点血就打退堂鼓 就是不想和我共患难了 朱破龙王察觉到李妍语气中的肃杀之意 心中打了个冷颤 物资把心一横 是小妖糊涂 小人乐意陪大人患难 只是 只是恳求大人 让我收拾一番 通过那家里的贼婆娘托付干净 再和大人上路 李妍呸了一口 胆子小就算了 满口的晦气话 我下去先拿你做耳 一定叫你在我前头上路 朱破龙王也不敢还嘴 他从族群里嘶吼一声 仅存的那只金色的朱破龙 慢吞吞地游了过来 和他彼此蹭了蹭脑袋 一声乌液 周围几十只朱破龙齐齐哀鸣 宛如生离死别 好一会儿 朱破龙王身形一晃 化作一条红色的小蛇 钻进了李妍的袖子 走 李妍从个人印记里 掏出一只防水的手电筒 炫动的白色冰灵 从他脚底翻涌而上 把李妍整个包裹起来 这是来对付拉兰耶水浒的 他们的毒素虽然可怕 但不能咬到肉上 也就无伤大哑了 准备妥当 李妍这才往河底裂缝里移运 顷刻间就被吞了个无影无踪 进了裂缝才七八米的深度 手电筒的光就失去了作用 原来在河底裂缝的外壁上 长满了一种稀肉状的石头 石头本身散发着黯淡的光彩 可外头的光一旦射进来 就会被这些稀肉状的石头吸收 如此一来 河底裂缝的能见度 也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程度 突然 深红色的字节在李妍的眼前 疯狂跳动起来 你开启了特殊掩敷事件 无底之口 在许多记载旧时代的异教徒典籍当中 提到了无底之口的神秘现象 这种现象变不七大洲 五大阳 有些口子只存在几秒钟 有些口子能存在上千年 这些裂口通往何处 口子里面有什么 异教徒们众说风云 事件要求如下 下潜 结算奖励是最终下潜深度而定 备注 古代叔叔和巫师有三分之二都是对的 当代的生物学家和唯物主义者 十之八九都是错的 所谓宇宙荒诞而可笑 但皇帝的轮盘永不羞耻 这里是旧皇帝的坟墓 新皇帝的摇篮 与此同时 李延耳边传来了一个人土的声音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李延居然听出了一丝紧张 行走大人请注意 恐怖美人鱼的鱼鳞所在地 大约在八百米左右的深度 行走大人请注意 本次延伏事件极度危险 请量力而行 八百米 李延低头看了一眼 脚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伸钩 他耳边除了水滚动的声音 还传来一种 若有若无的声音 像极了火车发动时的气笛 普通人听不见 可李延听得一清二楚 李延不敢大意 压抑住心里直冲下去的冲动 收敛住气息 好像一个巨大的冰驼子 静静地往下沉 月末有两三分钟 大概前了有一百米 一个金色的光点 突兀地出现在李延面前 等再静了一些 李延才发觉 那是一只奇特的金色水母 不对 不是一只 是几十只金色水母 纠缠在一起 它们堆叠成宝塔状 金光四射的散罐 彼此吸附 十二只蓬松的金色口腕 在水中极具韵律的摆动 那场面 瑰丽雄辉 让人挪不开目光 龙宗水母 多拉格水母 类别 一种 罕见的水母种 毒性极其猛烈 触手和口腕接触到的生物 将迅速石化 特性 龙宗毒素 体液含有石化毒素 李延没有过多犹豫 当即释放祸到 不料 那龙宗水母 先是停滞了几秒钟 然后呼得四散淘开 有几只则气势汹汹的 问李延来了 这片深沟 沟连河海 李延如鱼得水 几只龙宗水母 自然不在话下 很快 这些被激怒的水母 就被冻成了冰雕 徐徐下沉 深沟中 又恢复了原本的平静 可是 李延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这里的水生物不仅危险 而且邪门 祸党似乎完全起不到作用 无论是龙宗水母 还是拉莱耶水浒 都具备极其罕见的 数种能力 却不能收入水军宫 这 让李延有一种 入宝山 却空手而回的失落感 无奈之下 李延也只能继续下潜 看看 有没有什么别的稀奇异种 可以收服 四十分钟以后 昏暗的深沟当中 一块冰块 悄无声息的下沉 李延此刻 已经下潜到了将近八百米的位置 这一路上 李延不知道见过了多少稀奇古怪的 魔幻生物 它们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一个是外表 要么龟丽壮美 动人心魄 要么丑恶 争鸣 令人胆寒 绝对没有长相中庸的存在 另一个就是 这些水生物毫无例外 通通带有剧毒 比如 鬼脚安康 形状如同橄榄球 足有汽车大小 力尺交错向内倒沟 头上吊着一颗可以发光的红宝石 除了惊人的咬合力 宝石还可以爆炸 释放出致死量的催情毒素 血斑崖 群居鱼类 平时四十五度脚向上动也不动 可会进攻一切靠近的东西 无论靠近的是不是活物 生命力顽强 裂成几段也不会立刻死亡 血液中带有大量的创伤菌 一旦沾染 皮肤会大规模的病变 可惜的是 这些生物无一例外 根本不受豁党的控制 让李妍极为惋惜 倒是在一旁的猪破龙王 案子庆幸不已 除了剧毒生物 李妍还遭遇了一次 匪夷所思的天灾 好端端的 水里突然开始吸出一只 不断扩散的冰龙卷 所过之处 一切生沟生物都被活活冻死 李妍有酒缝强化 本来是弄鞭的各种好手 也差点被拨紧 最后 还是靠着龙土雾 冲刷开了一条活路 而且 下潜到了这个深度 李妍的身体也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 状态栏里各色细微的暗伤开始浮现 随后 立刻被手术元素和李妍强大的自愈能力修复 每一寸皮肤都突出青色血管 双眼更是一阵一阵的发胀 可是 人徒口中的恐怖美人鱼鳞片 压根连影子也没有 李妍心里有些犯嘀咕 她绝不相信 奥顿克家族那个当穷水手的祖先 能够下潜到这个深度 至今为止 李妍可是一无所获 那个穷水手 却获得了所谓的赐福 一招发戒 大人 有发现 和李妍分头搜寻的朱破龙王折返回来 李妍精神一振 叫朱破龙王领着 下潜了几分钟 终于 在一片七彩鹤藻森林前 停了下来 这里头 买了一座宫殿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服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生净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